出家人是如何评价是永信的呢? 一个曾在少林寺受戒的出家人 问了很多法师 大家对永信大和尚的评价其实都不错 不能说都夸他 但是没有骂他的 因为他的确是在做维护佛教的事情 少林寺有一些导游的讲解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少林寺的和尚能吃肉 是永信就住在里面 里面好比五星级酒店 说的一点都不符合实际 这样一方面就误导了许多游客 原来这些都是附近的村民 靠山吃山 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 他那年受戒的时候 一共有四百人左右 那么就是一天要解决四百人吃饭的问题 那花销可想而知 受戒的时候要发被子什么的生活用品 少林寺每次都发新的 因为永信确实对出家人挺好 有人肯定会说 为什么不循环利用 其实永信很慈悲 把用过的被子一个月后全部洗干净 重新打包捐给贫困地区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慈善 少林寺的禅堂游客见不到 不在参观的范围 很是隐蔽 因为参禅必须要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才可以 普京参观的就是那个参堂 里面有几十个老和尚在坐禅 每天坐十个小时以上 每一个小时休息15分钟 规矩完全是按照古代丛林规矩来 所以每年冬天会有很多和尚来打禅期 一共七个期 也就是49天 49天不能离开禅堂 而这一切全是永信在坐 在教内人看来 这就是在保护佛教 民国的太虚大师 当时也是这样 一直致力于保护佛教的四禅 当然永信不能和太虚大师比 但是他所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如果没有永信在抗衡 少林寺的门票绝对不止这个价钱 如果舆论把永信逼下来 那么门票势必涨上去 所以是永信的功劳真的很大 北的黑国也很多